夫君,这天神联盟的实力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可怕 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宝婆,不要惊慌,一切由我 现在你的当务之急便是安抚明星 不要大敌位置,自己就先乱了 好 那几尊天神神瘾,有三尊达到了超神镜 其余几位皆是天神镜 以我如今的实力,对付几位天神镜容易 对付两三个超神镜也勉强特异 但却对付不了所有人,一旦我会缠住 随意一位天神镜都会对羽化神潮造成灭底之灾 这场局,难解啊 对了,太古魔窟第四层 那里可是沉眠着百万魔族 尤其是那十尊暗金魔官之中 其中有两尊更是货真价实的超神镜 只要想办法将这些魔族弄到天神联盟 就算不能灭了天神联盟 至少也能为我羽化神潮争取一些事件 此技不错,借虎驱狼,一十二年 还好有系统签到的乾坤带 不然这些沉睡的魔族还真不好弄出去 乾坤带,收 去吧,为那四周的天神联盟送一封大礼 接下来,我便抓紧时间 在这太古魔窟第四层晋升 超神经 诸位,随本座血洗荒舟 只要灭了那羽化神潮 那日级的灵园便由我们掌控 天神联盟 荒舟羽化神潮 随风,前来送你 嗯,是你 好胆 你居然还敢主动寻上门来 呵呵,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闯进来 坑,你这是贤命长 迫不及待前来送死吗 各位不要动怒吗 今日我前来可是专门给你们送大礼的 你要送何礼 自己的人头吗 人头我就不送了 今日 我是专门为你们送棺材来的 好小子 区区一个普通天神性 也敢来为我们送棺 我看这些棺材 留给你们自己享用吧 什么 分身 不好 这些棺材有古怪 是谁惊扰了五等神明 不好 这其西 地神静 天神静 还有两位居然是超神静 我的天 这些魔官到底从何而来 怎么会沉眠这如此之多的强者 这些强者 比我们天神联盟来说都不弱了 这是太古魔族 这是传说中的太古魔族啊 太古魔族嘛 那又如何 无奈那四周天神联盟盟主 此乃我天神联盟之地 不管你们是什么魔族 赶快退走 不然休怪我等不客气 什么 人族奴隶 可恶 原来是你们这群低贱的人族奴隶 惊扰了我太古魔族的臣民 无以太古魔族之名 赐你们这些人族奴隶一死 哼 一群不知从何处蹦出的魔族 也敢在我天神联盟撒眼 该死的人族奴隶 居然还敢抵抗 太古魔族 不再说一遍 无不想和你们为敌 实相的 赶快退出我们天神联盟 大胆 混账 区区人族奴隶 也敢对我们高贵的太古魔族 指手画脚 马德 居然是一群智障 既然你们如此愚蠢 那就休怪我们不客气了 天神联盟之人听令 灭了这群太古魔族 该死 这群人族奴隶怎么会如此之强 人族不是最低贱的奴隶吗 怎么能与我们高贵的太古魔族相提并论 这个时代 很不对劲啊 该死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不然纵是灭了这群太古魔族 天神联盟也彻底残了 太古魔族 这不是你们的时代 现在的时代由人族主掌 人族现在有一万万人 你们太古魔族纵人想杀 能杀得完吗 而且 你们难道就不想知道 你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吗 什么 人族奴隶居然有一万万之多 人族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我们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这里是天州天神联盟 至于你们太古魔族 是荒州一个名叫隋风的小子 将你们带来的 此人本是我们天神联盟的敌人 他将你们带来 目的应该就是想利用你们太古魔族来对付我们 我们都被他算计了 天州天神联盟 荒州 算计 居然敢算计我们太古魔族 你所说的隋风小子 现在在哪里 此人就在荒州 阁下 我们双方损失惨重 皆因那个隋风而起 此人就是我们双方共同的敌人 俗话说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不如我们双方合作 一起杀往荒州 哦 合作吗 可以 不过此番我们双方都损失惨重 我建议先修整一段时间 然后我们再前往荒州 一举灭了那荒州的神潮 好 待我们修整过后 一举杀入荒州 我建议先修整个旺杀入荒州